請大家來熱情的掌聲歡迎鄭博士 大家好 各位來賓朋友大家好 我是智慧電王 陳雅貞 那今天主要是要跟大家分享一個題目 這個題目是以AI預見未來 那它是整合光沖廚的暗場 那我們想要跟大家分享我們用AI 怎麼去做人員的調控 然後還有就是我們在暗場裡面的一些效益 那其實AI這個議題今年真的很夯 因為黃仁勳博士他回台了 那帶來了AI的浪潮 那也帶動了相關的產業 那更重視AI的應用 那我相信這個展場上面 有很多很多的遊場也有AI的應用 那我們來分享一下我們台達電 在AI裡面扮演怎樣的角色 好 首先故事的開始我們先來看一下 就是我們未來電網的一個趨勢 那未來電網趨勢分為用電跟發電 左邊這邊是發電的部分 那右邊這邊是用電的部分 那我們先來探討一下發電的部分 那其實再生能源是世界的一個趨勢 包含水力風力啊還有太陽能發電等等的 那我講一個數據可能大家會比較有感覺 在2022年到2023年 2032年 複合聯軍成長率 PP發電呢大概是10% 然後除了暗場呢大概是14% 所以這代表綠電的發展的市場的趨勢 是往上提升的 那另外就是電動車的產佔 大約是29%之多 所以用電量也是一個很大幅的增長的一個市場趨勢 那這個大大的改變了我們現在的用電跟發電的一些行為 所以這個一定會對我們的電網有一些衝擊 那我們要怎麼去應應 那其實再生能源啊 它有一個小缺點 就是呢 它其實發電很不穩定 它很容易帶來就是電網的不穩定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再生能源就是靠天吃飯嘛 那有的時候就是太陽空空比較大 那我們發電量比較多 那風吹的比較多 如果說東北機風來了 那發電量會比較多 所以這是靠天吃飯 所以這個會帶來就是電網的一些衝擊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用電的部分 用電的部分呢 其實尖峰跟離峰差異很大 對 那尖峰離峰呢 我們分為平日跟假日很明顯 那為什麼平日假日會有那麼大的差異呢 最主要是因為啊 其實台灣的用電主要是工業用電佔了56% 那民生用電大概只在28% 那所以假日大家都在休息了 放假 工廠也都關門了 不再生產 所以導致假日的用電就是一個離峰的狀態 用電量大幅的下降 好 那另外其實 因為有一些就是離間峰的差異性 用電的差異性 所以時間墊價也會有所差異 那我舉一個例子好了 我今年9月初看到了一個新聞 台電啊 就是啊 它要規劃去推動一個叫做工廠錶後存人的時間墊價 那大家猜猜這個時間墊價 離峰跟尖峰大概差幾倍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這個新聞 我給大家一個感覺 大概是差四倍 尖峰呢 是一度電十塊錢 離峰一度電兩塊錢 大概四到五倍 對 所以這個會造成說離尖峰的用電的負載差異很大 那時間墊價也差異很大 那怎麼樣去有效的利用離峰的電 把它存到儲能電池 然後拿到尖峰的時段去利用 我覺得這個才是最有效率的人員管理 對 好那這是我今天想要探討的一個主題 好所以我們剛剛有稍微提到的是說 就是在發電的部分 再生人員難以預測 因為靠天吃飯 我們想像一下 平日發電的暗場 一片烏雲飛過去 它就有可能會影響到這一片 平日發電的量 對 那它是一個即時動態的 那我們可以知道說 我們上禮拜不是有颱風嗎 天氣很難預測的 對它是即時的在變化的 所以如果我們要有一個精準 比較精準的 就是那個發電的預測 再生人員的發電預測 我覺得是要一個動態的去調整 然後動態的去預測 即時的收到一些 安場的資訊也好 或是天氣的資訊也好 可以去動態的預測 現在的發電量 對那這是一個最好的方式 那另外是說 因為我們充電站一直在增設 所以這個會帶來說 我們用電量的攀升 就負載的提高 所以會造成說 尖離風的落差很大 那大家想想說 什麼時候是充電時間 最最旺盛的時候 其實我觀察到 是下班之後 對那這個時候 其實太陽公共已經下山了 那用電量突然上升怎麼辦 對那這個時候 如果有一個好的人員調度的 一個演算法在背後 可以去做一些 除了暗場的 一些人員調度的話 是可以去妥善的 把電網的不平衡給平衡回來 那再來就是 我們剛剛提到的 除能暗場 那其實每個暗場 它增設的除能的大小 容量都不一樣 那我們怎麼樣去妥善的利用它 這會是我們想要討論的議題 OK所以我們台達呢 有一個軟體平台 那它是DELTA櫃營 想要介紹給大家 它主要是一個人員管理系統 那它最主要就是把 IoT的 它是一個IoT的平台 那裡面有一些AI的 應用在裡面 所以它其實可以是一個 IoT的平台 那它整合了台達的一些 人員的相關的產品 包含 PV的Inverter 然後儲能電池 還有儲能的控制器 然後還有充電磚的部分 把這些Device的資訊 即時的接收到我們的雲端 可以讓管理員 微運人員可以在遠端 去做一個即時的檢測 那我們的管理平台 就結合了AI 所以可以比較精準即時的 而且是低人工的方式 去做一些暗場管理 那我們來看一下說 就是AI扣人想要解決哪些痛點 好我剛剛有提到的 發電量的不穩定 PV發電量的不穩定 是會受到天氣的影響的 那氣候的變遷其實 會影響到PV發電的預稱 那用電的行為其實也很不一樣 其實在不同的暗場 跟不同的應用環境 其實用電行為很不一樣 我舉個例子來說 就是比如說像一些廠辦 就是有些工廠的一些環境 他們用電的尖鋒其實是在白天 平常日的白天 價格其實就不太有電 但是如果是在一些充電章的暗場的話 可能就會是平常日的晚上 那這樣子的就是用電的PATTERN 其實是不太一樣的 還有就是電力價格 就是時間電價的部分 剛剛有稍微提到 電力價格的波動其實也會影響到 我們要怎麼去有效率的 去做一個人員的調控 來達到省電費的效果 然後再來產地的限制 就是我們圖能暗場 增設了產地的限制 那我們AI呢 他其實是第一步會先去釐清 各個暗場他 客戶他的需求 那客戶想要解決什麼問題 看是要省電費呢 還是省就是負載 要降低負載 還是要增加就是 PV發電的量 或是他想要增設一些儲能 來達到一些有效率的人員 調控的一些方法 這個都要先跟客戶做個釐清 然後呢 我們也要去做一些資料的收集 包含暗場的負載發電的資料的收集 然後我們才可以去建 建議有效的人員調度的演算法 去建模 然後再反覆的優化 優化我們的模型 讓 讓我們的那個 人員調度的演算法 能夠更聰明 那這邊呢 主要呢 會是想要解決的是 AI想要解決的是 提供人員的使用率 然後還有就是 降低電費的支出 抑制最大需量 那這個最大需量就是 嗯 其實台電都 我們都會跟它 千七月容量 那如果說 我們可以抑制最大需量的話 我們可以降低 我們的七月容量 然後可以 就是那個七月容量 可以是降低的 那我們的電費 也會是下降 好 這是AI想要 就是解決的問題 那 其實我們 其實已經 有導入這樣 AI的一些演算法 跟人員調度的一些機制 到我們的 台大人員管理系統裡面 那這邊 我就一步一步的介紹 帶大家來了解 就是 AI落地的這件事情 每一個步驟 大概會是長怎麼樣 第一步我們 就是會先做需求的分析 然後去了解 暗場用電的痛點 還有人員管理的目標 它是要省電費呢 還是降低負載 還是提高發電量 等等的 然後還有就是 有沒有一些條件的限制 我們也要去了解 該暗場的電價的結構 它的電價主要的來源 電費主要來源 會是什麼 對 然後還有各國的電價結構 也都不太一樣 好 然後我們會收集歷史的資料 包含就是負載的資料 它其實會收到季節性的活動 然後平日假日的用電量 也都不一樣 充電座的使用電 就更不一樣 因為它其實是有一些人微的因素在裡面 所以它其實有點Random 就是隨機的一個因素在裡面 所以我們其實也有在預測 充電的充電裝的用電量 那再來就是再生能源發電 其實晴天跟陰天發電量 其實真的差很多 對 那我們這邊舉個例子 是說 我們可以把在晴天的時候 把電池給控出來 讓太陽能的發電 多的可以存到除了電池裡面 那晚上的時候可以從電池去做放電的動作 來供應暗場的負載的需求 這是在晴天的一個例子 那陰天呢 陰天太陽公公就不太出門工作了嘛 所以陰天的時候我們晚上 時間電價比較低的時候 我們就做充電的動作 把儲人充滿 然後早上負載比較高的時候 就可以去做放電的動作 來賺取這個 白天跟晚上時間電價的價差 這個是也可以去省到電費的部分 所以我們其實有一些暗場 是有做這個晴天陰天的預測 然後做不一樣的能源調度的動作 那我們其實對於暗場的資訊要有一些了解 包含就是收集到資料部分 那資料我們要先做一些資料清洗 還有資料整合 那最後是會整合 會需要整合我們的AI的演算法跟模型 來去優化我們整套的人員調度系統 那包含說就是我們也會去對負載做預測 還有發電的預測 然後結合預測的結果 然後做最佳化的人員調控 那還有就是我們也會即時的更新天氣的資訊 還有就是我們也有人力去預測人員市場的價格 然後甚至是我們會觀察電動車充電的狀況 充電的曲線 來做人員調度的動作 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AI是怎麼做到 就是一度電都不浪費的 剛剛有提到的是說 我們這邊會用 Sorry 這邊會用到的是 用電端跟發電端 那包含就是用電端包含大樓的負載 電動車的充電樁 然後還有 還有就是一些用電的部分 是我們需要去掌握的一些資訊 那還有就是發電端的部分 就是再生人員的發電 然後還有對於試電就是電網 排電的拉電的部分 那我們是不是也可以結合儲人的系統 就是儲人電池 然後來做到有效的電力調度 那我們的AI其實它想要做到的是 就是避免契約容量超越這件事情 還有一致最大需量 然後降低電力成本 然後最後呢 最後一個特點就是 我們想要減低就是操作的門檻 就是一般的用者也可以去做操作 不需要有一些domain know-how domain knowledge 暗藏的知識 才有辦法去做人員的調控 對 所以我們相關的應用的平台呢 其實在我們的後方的漲區 有一些展示 有實體暗藏的展示 大家都可以 等一下都可以過去看一下 那我接下來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在德國的實際的一個暗藏 那我們導入了AI的演算法 把人員調度演算法之後帶來多大的效力 那這邊的話呢 這個是一個德國的Soys的暗藏廠 那其實它的人員的配置不大 太陽發電量大概300kW而已 然後儲人電池兩顆PCA是100kW的 然後534kWh的電池 那其實這個對一個廠辦來說 就是這樣子的那個綠人跟屬人的結合 其實是佔比是不太大的 那在這個有限的資源底下 我們要去怎麼去做到能源的調控 這個是我們想要克服的議題 所以我們導入了就是一些演算法 人員調度的演算法 包含自動的peak shaving 然後還有就是降低序量的演算法 還有一些AI的預測 用電跟發電量的預測 然後來提升我們整個暗藏的能源調度 那我們來看一下效果 這個是實際在德國的這個暗藏 它所帶來的效益喔 那這個是一個9月的一個實際的數據 我們可以發現 我們這最大虛暗抑制的大約17% 那我們的電費省了大約4% 這是導入這個暗藏大概30個月後的效果 在導入的初期呢 就是電費的節省量有到高達5%左右 所以這個就可以證明說我們的AI的預測 還有一些能源調度的演算法 可以有效的去節省到電費 還有抑制最大虛量的部分 那至於電動車充電樁的部分呢 我們其實也有一系列的演算法 去做一些充電樁的人員的調度 那包含就是我們會去收集充電車它的那個充電的曲線 然後去做大數據的分析 然後去預測就是充電的時間 電動車充電樁的充電時間 那我們要怎麼去靈活的調度這些人員呢 最主要呢我們會去考量到電動車它可能有DSOC的狀況 那DSOC的狀況其實對電池其實是不太不太友善的 所以我們要就是趕快先給它電 讓它達到一個就是不要這麼低水溫的狀態 所以它是優先充電的 DSOC是優先充電的 那再來就是我們會對於就是電動車充電樁的暗場 去做一些就是群組的分配 包含A系充電樁和D系充電樁 那有沒有VIP的人員在裡面 是不是要優先充電 這個都可以考量進我們的AI的方法裡面 然後去做一個比較有效率的就是充電樁的人員調度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實際就是演算法開發出來 然後實際就是導入到暗場看到的一個結果 這是一個實際的那個電動車充電樁的一個事件 它從SOC10%然後充到87% 那橘色的部分呢是實際電動車它吃的電量 那紅色的平的那一條線呢 是一般的控的模式它會給的電量 那你就會發現說 其實一般的控的模式呢 它就是給一個固定的值嘛 那充電樁去就是穩電的輸出 可是呢它跟實際的充電曲線是有一大段的落差的喔 所以這個落差這個藍色的區塊部分的電量 就是多出來分配給它的嘛 那這個如果可以妥善的運用到其他的樁去做使用的話 是不是可以多給幾台電動車去做充電呢 所以這個是我們想要達到的效果 所以我們就去追蹤了 就是實際的那個充電的曲線 舉色那條線 那我們去實際的配電就會是綠色那條線 那它是比較貼近於實際就是充電的狀況 那多出來的電就可以分配給其他的樁去做使用 這是一個比較有效率的人員的調度的一個方式 好 那我們看一下實際的帳機 因為我們是人員管理的系統 其實我們也支援了多暗場的人員管理 那我們主要是要就是結合自人的電力調度 然後智慧用電從明省電 那我們在DotaGrid EM 就是人員管理系統 這邊包含就是除人的暗場 然後應用在AFC或是一些微電網的暗場 台灣跟世界各地大概有25個暗場之多 那如果有包含電動車的一些暗場的話 目前雲端跟地端的版本已經有導入了260個暗場之多 對 就是實際DotaGrid在市占率的部分的一些狀況 好 所以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 台南電在整個AI的一些新的技術 包含就是用電發電的預測 還有人員調度的演算法的開發 然後可以達到一些比較自然的調控模式 謝謝大家